讲述过去的故事,唤醒陈锋的记忆。这里是小豆之历史,本期给大家分享的是民间故事,女子千里寻夫,碰上花园和尚,和尚说,我能帮你找到丈夫。 在宋朝时期,有个叫大马村的地方,住着一对年轻的夫妻,丈夫叫郎哥,妻子叫真妹,家中上无老人,下无子女,两人过着男人打猎,女人耕之的生活,原本郎哥的娘还在,只不过一个月前,他娘因救人,不幸遇难,人没了,郎哥的娘还在世的时候,人很善良,谁家有困难都会伸出手,帮上一把。 因此,在村里的人缘特别好。 郎哥的娘去世,村里的人都很难过,舍不得这么善良的人走了,纷纷感叹可惜了道,老天爷不长眼啊,这么好的一个人就让没了。 要说这里谁最舍不得郎哥他娘,非郎哥的妻子真妹不可,在送婆婆葬路上,她哭得差点断气,回家后就病倒了,无不让村里人动容。 这真妹是个可怜人,三岁就被爹娘抛弃,不是喘东家,就是喘西家,小小年纪吃着百家饭。 好不容易长大到十岁,村里又闹旱灾,不得不逃难至此,又被人牙子抓了,后来是郎哥他娘,好心拿银子救下她。 郎哥他娘将真妹留下来,待她如亲生女儿一般照顾,疼爱,这让从小就缺爱的真妹,心理上特别依赖郎哥他娘,视她为亲娘一般,娘俩的感情甚为深厚。 长大的真妹,渐渐地喜欢上朝夕相处的郎哥,郎哥也喜欢真妹,郎哥他娘看到,他们两人两情相悦,就高兴做主,让两人拜堂成亲,做一对夫妻。 婚后的真妹,勤快能干,对婆婆很尊敬,也很孝顺,夫妻两人恩爱有加,深得婆婆的欢心,于是逢人就夸,有好不如有个好媳妇。 被夸的真妹,更加亲近婆婆。 婆婆走后,真妹就难过得病倒了,郎哥也不去打猎,待在家里照顾真妹,这让真妹非常感动,很快便从婆婆去世的悲伤中走了出来。 这真妹病好了,郎哥就上山打猎了,真妹也忙了起来,到菜地里翻起土来,这会村里人都是趁着天还没有冷,多种点菜,晒干,等冬天时候,大伙就不愁没菜吃了。 真妹忙完回家时,经过村口,看很多村民围堵一人,里面吵吵闹闹,还有小孩的哭声,她拉着一位平时关系不错的妇人,问道,这发生什么事了? 怎么大伙都堵在这里? 那妇人是个利索人,三下五除二,便将整个事情告诉了真妹。 原来前些日子,这村里来了一个头发花白,衣衫蓝绿的驼背老妇,这个老妇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,村民问她话也不搭理,就抱着一个大破碗,挨家挨户讨饭吃讨水喝。 刚开始,很多村民看她可怜,多少都给她一些吃喝,可天天都上门讨,时间长了,大伙也渐渐烦她了,就不想再搭理她。 这不,今日正好有村民看到这老妇抢村里小孩的吃食,还弄哭了小孩,就惹怒了孩子她爹娘,大骂要将她赶走。 真妹听完,她好奇挤了进去看了,就看那老妇,满脸皱纹,此刻正弯着腰跪在地上,全身上下脏兮兮,这一看就是个又穷又丑的老妇,就只有手腕上戴着一个木镯,地上有一个大破碗,整个样子十分可怜。 真妹看几眼,发现没有一个人愿意上前帮她,她想起去世的婆婆,忍不住心声怜悯,从怀里拿出几个铜板来,赔给孩子她爹娘,就扶起老妇,让她跟自己回家。 真妹一回到家,就马上生火做饭,做好就端给老妇吃,那老妇吃饱后,真妹又帮老妇洗个澡,还拿来婆婆的衣服鞋子给她穿。 真妹这一番行为,让老妇老泪纵横了,驮背弯腰说道,这位娘子,你可是老妇,我遇到最有善心的人了,一点也不嫌弃老妇,我又脏又臭啊。 说完就要向真妹行礼扣谢,真妹连忙阻止老妇,她不好意思地红了脸,说,不过是一顿粗茶淡饭和一些用不着的衣服罢了,当不起这扣谢。 真妹看外面,太阳就要下山了,她连忙安顿好老妇去堂屋休息,着急说,自己有事要出去一会,晚些就回来。 那老妇听了真妹的话。 心里高兴极了,连忙摆摆手让她赶紧忙她的失去。 真妹刚离开,老妇就突然精神抖擞,腰板笔直,先是小心翼翼四处看看,然后就开始翻箱倒柜找东西。 此时,上山打猎的朗哥刚回来,一进门就看到这个陌生老妇的偷偷摸摸样子,立马大声呵斥道,你是谁,竟敢在我家偷东西,还偷穿我娘的衣服? 哎呀,那老妇立马被吓一大跳,看到高大壮实的朗哥,目光闪躲,微微缩缩退了好几步,支支吾吾半天,就是说不出话来。 朗哥顿时对眼前的老妇心声不喜。 面向贼眉鼠眼,一看就是个心术不正的人,便生气吼道,你再不老实交代,我就报官处置。 老妇刚要说话,门外就传来动静,原来是真妹回来,真妹刚进屋,老妇就跌倒地上,低声哭泣起来,仿佛受了天大的委屈似的。 朗哥赶紧向真妹解释,娘子,这老妇就是个贼,趁家里没人,就在翻箱倒柜偷东西。 幸好被我遇上了。 刚我问她话也不说,你一回来,她就哭哭啼啼,这一看就是做贼心虚。 你看她,还将娘的衣服也偷穿上了,这人得送去官府那边处置。 老妇一听朗哥的话,着急说,这位年轻人,你冤枉老妇我了。 老妇刚刚只想帮忙收拾下屋子而已,并没有偷东西。 朗哥一听,老妇还在狡辩,就气得直接抓起老妇的衣领,怒道,那你说说你这身上的衣服怎么回事。 真妹听了两人的话,她同情老妇,觉得老妇的话不会骗人,肯定是朗哥误会了。 她赶紧拉开朗哥,解释道,相公,你肯定是看错了,这老人家孤苦伶仃,在外面流浪,好几日没吃饭,我看可怜,就将他带回来。 他身上的衣服破了,我就拿了娘的衣服给他穿的。 朗哥听了真妹的话,非但不相信,还觉得真妹肯定是被老妇蛊惑了,他明明看老妇就是想偷家里东西,偏偏真妹不信。 朗哥急得大骂道,娘子,你宁愿信一个外人,不信我,我今日就要扒了这个老妇的皮不渴,让你看看这老妇的心是不是黑的,这么不时常。 朗哥一听朗哥的话,吓得赶紧扑到真妹的怀里,哀求道,老妇,我真没有啊,天地可见,你待我如此好,老妇我怎么会恩将仇报啊? 真妹一听也急了,相公,你太令我失望了,你怎么能如此对待一个老人? 就不怕娘泉下有之怪罪你。 朗哥见真妹怎么说都不信他,气得爆炸,转身就拿着打猎弓箭,直接摔门而去。 真妹见状,急得冲着门口大喊,相公,回来,你给我回来。 朗哥听到了,心里气得不想搭理真妹,头也不回,直接进山打猎去了。 夜里,朗哥没有回来,真妹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,本想找老妇说说话,却发现老妇早已睡着了。 真妹只好闭着眼躺在床上,一边担心朗哥,一边安慰自己,朗哥肯定是生我气了,等他打猎发了火气,明早肯定就回来的。 可真妹想错了。 朗哥进山后就一直再没有回来,他慌了,着急跑到村里其他猎户打听,有没有看到朗哥,结果都说没有,吓得真妹大哭起来。 这时,老妇过来安慰真妹道,这么大一个人,肯定丢不了,你相公肯定还在山里头,你找人上山找找看。 真妹听完老妇的话,觉得有理,赶紧又挨家挨户请了一些壮汉,帮忙上山找朗哥。 十多天过去了,大伙把附近的山头里里外外都找了遍,就是没有找到朗哥,都劝真妹放弃,就连老妇也好心劝,人肯定没了。 姐爱,真妹不屑。 他强打起精神,坚信朗哥不会狠心丢下他不管的,心里更是暗下决心,再艰难,他都要找到朗哥,活要见人死要见尸。 之后,真妹就独自一人上山找朗哥,她让老妇帮忙看家,万一朗哥回来,也好有人告知。 半年时间过去了,真妹找遍附近几十座大山,仍没找到朗哥,本来好好的年轻女子,长时间风晒雨淋,一下子变成了面黄憔悴,长满雀斑的妇人,活脱脱就是一个黄脸婆。 反而家中的老妇,脸上的皱纹少了很多,白发也都变回了青丝,整个人容光焕发。 好像年轻十多岁,不知道用了什么秘诀。 这日,真妹背着干粮,来到千里之外的大山找朗哥,下山时候,碰巧遇到一个老和尚化缘,真妹善良,将干粮都给了她。 那老和尚化了缘,也不着急走,反而和真妹聊起天来,女施主,你一颗菩萨心肠负贵命,可惜了,你家中有妖作恶。 真妹一听,一脸迷茫,摇摇头道,大师你错了,我家里只有一个老人家,还有个失踪的相公,哪有的妖? 老和尚灰心一笑道,女施主,是对是错,上天自有定数,带老娜去你家。 老娜能帮你找到相公? 真妹一听,半信半疑,莫非她真的能帮我找到朗哥,于是就真的带着老和尚回到家中。 真妹刚进门,就觉得奇怪,每次进门前,老妇都会人没到声音就到,出来迎接她,这次怎么那么安静? 真妹以为老妇病了,赶紧带着老和尚来到堂屋,发现老妇的房门紧闭,静悄悄的,真妹不放心,便敲了几下,老妇没回应,真妹又推了推门,发现推不动。 这时,老和尚不紧不慢,走到门前,嘴里念叨了几句听不懂的经,老妇的屋里就传来一道惨叫声。 吓得真妹一大跳,紧接着,砰的一声。 那老妇从里面冲了出来,他想逃出去,在这千军一发时刻,老和尚快速将手中佛珠,圈住老妇的手,大喊道,快摘下他的木镯,摔了。 真妹来不及想,听从老和尚的话,一把摘下木镯,重重摔在地上,只听啊。 啊,啊。 几声尖锐惨叫声响起,老妇直接变成一只大的黄鼠狼,倒在地上一动不动。 老和尚念了几句经,地上的黄鼠狼瞬间化作一道白烟消失不见,紧接着老和尚捡起地上破碎的木镯,又是念了几句经。 朗哥一下子就出现了,真妹看到失踪半年多的朗哥,他再也忍不住扑到他怀里,失声痛哭,朗哥紧紧抱住真妹,好一会两人才平复心情,连忙跪下老和尚,让他们夫妻二人能够团聚。 随后,夫妻二人好奇问老和尚,这究竟是怎么回事,老和尚才道出事情真相。 原来那老妇是一只刚修炼成人的黄鼠狼,他为了快速修炼成仙,便作恶人命,结果遭受了天谴,形同老妇一般,苍老慢慢等死,只有吸入足够多的年轻男子精气,才能恢复容貌,才能得以长生。 那黄鼠狼盯上了朗哥的精气,趁着你们夫妻俩不合之时,就将朗哥困在他的修炼法器木灼中,要不是真妹遇到老和尚,慧眼石破那妖孽,否则朗哥再晚些就没命了。 老和尚走后,真妹悔不当初啊,十分愧疚自己的行为,痛恨自己,差点酿成大错。 朗哥反而觉得,大难不死必有后福,安慰真妹,不必太内疚,人要学会成长,吃一欠,长一智,以后遇事遇人不吃亏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